双方的比赛已经打下 米朗对着美国 好机会 尝试打一脚 迅速向前场推进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直接长传 尝试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一路狂带 他成功的将球破坏 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进二道零而想定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 漂亮的直贼球 精准的传球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将球送到前掌 这个断桥干净利落 将球送到前掌 这个断桥干净利落 他很擅长利用身体啊 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 能将判断出色 把球摘下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对手 要到前掌 伊朗又抢了回来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违级之中将球结尾 进入中场休息 伊朗和球员回到科技室 可能会研究如何加强进度 比分上可以看出双方的紧胜 两队都没能改写比分 通过前四十五分钟 我们能看出些什么呢 好吧 目前看来今天非常让人沮丧 尤其是对射手而言 我觉得传球非常糟糕 没人给他们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机会 引人入胜的半场 不过比分还是停留在7点 0比0 双方的比例现在继续 前四十五分钟的赛况 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啊 尽管双方很努力 但是临门一脚总是差那么一点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改变比赛的态势 能否接到球呢 漂亮 他的预判非常准确 一记长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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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传进去 准备拦截 李希奇 封堵的不错 不过也送了个脚球的对方 替补西有动作 应该是要坏人了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 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时间已经快没了 但是他们却显得一点也不紧张 他希望能抢先一步 出角很及时 是的看起来像犯规 裁判给了任意球 0比0看起来还算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比赛基本看不到精彩的个人表演 看不到精妙的配合 完全没有侵略性 哎呀 防守队员基本上是躺着防守队